就是扎蓮斯基 本來我也想再說多一個話題 看看時間不夠了 扎蓮斯基這個人很厲害 封面那張照片 其實就是在他那一套叫做人民公佈那裏 卡出來的 那張圖片 當然他昨天就很大的東西 他說俄羅斯的軍隊 你已經吃過西方現代炮火的滋味是怎樣 雖然俄羅斯對我們的炮擊也沒有停止過 但是他們已經吃回現代的火炮了 現在還很害怕我們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說得這麼大 很誇張 當然最初當然是賣小強 我們每天都經歷很多痛苦 有消息的 戰爭仍然繼續 俄羅斯炮擊 一天都沒有停過 現在我們經常都受到導彈大炮的襲擊 還有俄羅斯 襲擊了哈爾科夫的社區 還有其他那些市郊區 我不說了 因為我都不會讀他們的名字 還有很多人 就因而受傷和死亡 在頓巴斯 我們嘗試反擊是不會停的 是會繼續嘗試 那裏的局勢 不會變得更加容易 我們的損失 仍然很沉重 而且 不會變少 這是習年司機說的 我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一定要看到這一點 一定要 咦? 好像我的連結 還有問題 咦? 沒事 繼續 現在被人正在制裁 大家有必要記住 烏克蘭 現在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已經向前邁進 俄羅斯 他們說的原話就是佔領者 已經非常清楚 我們拿到的現代火炮是什麼 他們在佔領我們的土地上 任何地方 都沒有安全的後方 他們覺得我們的偵察人員 比他們強大得多 他們的特殊軍事行動 很快就會知道我們的強大 他們真的很害怕 我們的武裝部隊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他們的偵察人員是收到消息的 就是 他們的俄羅斯士兵 從他們的談話內容 就可以知道 他們真的很害怕我們的武裝部隊 這場戰爭已經持續了139天 將近20個星期 所謂的世界第二強國 即俄羅斯 其實是害怕我們烏克蘭人 並且他們只能夠在蘇聯的老舊武器的基礎上做壞事 他們其實是沒有戰略實力的 他們也沒有戰略定力 也沒有戰略性格 沒有性格 他做對的事情 我講法是這樣 他們連認輸的勇氣都拿不到出來 真的沒有性格 認輸法 到最後他們一定會在烏克蘭的領土上撤軍 最後打完就撤軍 這個就是他的總統所說的 當然裏面有些翻譯 我是硬來的 因為其實我是用Google Translate 即烏克蘭文 轉為英文 然後我再講中文出來 所以 當然有些東西是不對的 我相信大致上的意思是沒有錯的 但是細節可能有錯 Hang Fong Lin說司機吹水一流 這個人當然是吹水厲害 這個人很厲害 他說話很多人相信 其實之前 還沒打這場仗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他 我的朋友直接跟我說 即是 He's a joke 即是他是一個笑話 他本身也是Comedian 他本身也是笑話 對不對 香港藝民說某司機在說自己 他不是 他真的在說俄羅斯 他真的有總統府有沿途的封面 本來我們應該用他講話的圖來做封面 但是 我又覺得他講話的圖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就找了這一張圖 這張圖就是 他在人民公佈的劇集裡面 就很出色的演出 應該這樣說 Keral Chao 普京就說 是啊很害怕 其實是這樣說的 現在烏克蘭方面 他們都會不斷做這些宣傳戰 就會增強俄羅斯人的恐懼 即是他們專程是要這樣做的 也都是加強烏克蘭人的信心 即是貶低你的敵人 也都是不斷吹捧自己的 其實他們是 那罐頭就說 習總統真的連認輸的勇氣都沒有 認輸就什麼都沒有 他一定不會認輸的 我告訴大家 烏克蘭這件事難搞的地方 就是 現在雙方都不能夠認輸 其實 和解的機會有沒有 其實是很微的 雖然我們都想他和解 但是很微的 為什麼說他和解的機會很微呢 就是 俄羅斯佔的地方 還有他一塊佔了克里米亞 接著他又佔了一塊 接著又整個蜜叉共和國出來 老實說 地球上面 很多國家都不會承認 他割出來的地方 真的不會的 你看哈薩克斯坦說什麼 哈薩克斯坦的托卡耶夫 直接說 我們是不會承認這些共和國的 這個是嚴重侵犯烏克蘭的主權 為什麼 托卡耶夫的後果很慘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 他也很怕俄羅斯會在 在哈薩克斯坦搞類似的事情 俄羅斯要搞的話 他是有辦法可以搞得到的 你不要看俄羅斯的國力很弱 他要搞這些地緣政治紛爭 所謂的 很容易 因為不需要很多人都可以搞得到 現實的情況 只要說 Alan now 說 這位澤蘭斯坦提到天下無敵 他一定要幫士兵 他提到有百萬雄獅可發擊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 上個星期講的 百萬雄獅大反攻 現在都沒有大反攻 現在 真正他們 他們烏克蘭軍隊正在做的就是遠距離射BNO祖國提供的炮火 所以他們就說你吃過這個現代火炮的滋味 你真正害怕烏克蘭武裝部隊 其實不會真的害怕的 其實說真的 這個西方的火炮和俄羅斯製的火炮 或者是前蘇聯和蘇聯留下的火炮 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只是炸死人 不過西方的火炮是精準一點 其實就是唯一的不同 但是射得不精準也可以殺人 所以不需要射得精準 這些大火炮射得多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這麼精準 強勝就說哈薩克不報我 姿勢很大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很難搞就是這樣 還有在哈薩克有很大的聲音 就是寧願俄羅斯人拿裝 都不要讓伊斯蘭教徒拿裝 真的嗎? 之前我們有節目都講過這件事 他們那個民族問題很複雜 不可以說什麼民族自決 托卡耶夫是出來說的 民族自決是很荒謬的事 很多國家 他就講明了 全球就不是只有193個國家 是500多600個國家 我們隨便都給他民族自決的話 所以俄羅斯去做的事 其實在很多國家的眼中 事實上都是不對的 我們也要說 你說你又不幫俄羅斯 又不幫烏克蘭 我們兩邊都不幫 我們早就說過 因為我們也反對戰爭 有很多事情 坐下來談就可以了 不用打仗 就算 喂 你是 大家是不對的 你可以先互罵 最初你不用動手打仗 你互罵 起碼也不會傷到人 可能會傷到人的感情 你罵人 但是你不會真正 是搞到別人 就是民不聊生 你打仗就一定是民不聊生 現在全世界都民不聊生 什麼叫民不聊生呢 就是你在社會的中下層的人 現在在全世界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 靠這三十就說得對 你不可以支持任何戰爭 我們是從來都不支持戰爭的 有人說你們為什麼不罵美國 美國亂參與打仗 我們是經常罵的 就是一件還一件 你不要說我只是支持俄羅斯 我不支持美國 喂 大哥你不要這樣 你對事就不要對人 也不要針對一個政權 事情是否對 你是有一個判斷的 是可以 是嗎 對 Paro Taser說 俄羅斯和蘇聯的武器設計理念 一向都不是以精進為主 一樣都是以量取勝 一支打不中 十支 一百支總會中 是啊 其實西方的火炮 它是很精準的 但是它的成本很高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電子零件 很多電子零件 結果就是打一支炮 裡面還有很多晶片 其實西方那種是否真的有效的方法呢 西方為什麼它會這樣做呢 因為它要在道德高地拿光環 它就說我們的炮彈是很精準的 我們那些電子是高科技的 我們就盡力減少平民的傷亡 其實實際上哪有減少平民傷亡呢 如果你有聽我們另外一支節目 都會 他們那些人 簡直是主動 吻滅人性的 去殺那些平民的 英國就是了 就在我們2022 0713E那裡 英國那些人 是跑去阿富汗 鬥快殺人 在那些村莊那裡 這些是離譜的 有些人說我們不講西方的壞事 對不起 我們有講 我們在這個台 我們講了很多西方的壞事 其實 老實說 西方的壞事 我們講到多不得之了 如果你看回我們的節目 其實真BC都被人約談了 情況就是 很多問題 真的 真的 他不是沒有被人約談過 他真的被人約談過 我自己也被人訪問過一些事情 當然我們有辦法解決到 現在當然 打仗當然是不好的事 我們經常都說 打仗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現在世界做一個 我認為真的不是那麼好的事情 就是把它分成兩個陣營 究竟怎樣分成兩個陣營呢 就是 現在在內地也有人做的 就是 反美和 撐俄 這個陣營是一個 就是他們跟反美和撐俄 聯合在一起 還要說中國的國運 就跟俄羅斯緊密扣在一起 就是 這些說法 是很荒謬的 其實 這種說法 其實 另一面就是西方的說法 就是 中俄是一體的 所以那個危險性在哪裡呢 就是 中俄 和西方 全面對抗 其實中國有沒有跟西方全面對抗呢 中國其實是沒有的 現在說回現實 你說 在不同的地方 有競爭 是真的 不同的範疇 有競爭也是真的 但是 中國有沒有主動 挑釁跟西方對抗 其實是沒有的 事實就是 俄羅斯是不一樣的 俄羅斯有沒有主動 挑釁一些事情 跟西方對抗 是有的 有的 俄羅斯是不同的 事實上是有這樣做的 俄羅斯是完全不同的 他真的有 表示跟西方對抗 那你說 你說俄羅斯不行 烏克蘭也有 表示跟俄羅斯對抗 是有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你挑釁對抗 不代表 一言不合就可以打仗 二戰之後的規矩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美國又可以隨便打人 美國是欺負人的 我們都說了 美國也是不對的 我們沒有說過美國是對的 他亂差去欺負人的 我們都說他是錯的 我們是一視同仁的 朱永生就說 可惜爆出英國亂殺人的 是BBC 一定是BBC 我告訴你 這就是英國人厲害的地方 從來西方軍隊做的壞事 都是西方媒體自己爆出來的 真相就是 自己爆好 對爆 還有他們 拿回公信力 加起來就是軟實力 有很多問題 你自己爆是好很多的 別人爆你的時候 和自己爆是兩件事 阿台昂你再說回你想說的 這件事就是 一向西方 他們能夠可以建立一個 公信力的機會 爆自己的壞事 是可以建立公信力的 不是說 見到壞事就蓋了它 是自爆 透過自爆去建立公信力 當然你自爆的時候 你首先就可以奪取了話語權 你怎麼看呢 就可以慢慢執行 就算其他媒體 說回自己國家的壞事 但是你自己本身先拿了話語權 這樣的情況下 還可以辯護自己 所以這件事 其實是中國可以學習一下 他國家還有機制 去找出那些做壞事的人出來 他還可以告訴大家 找人負責 找人負責就搞定 是的 埋了單 還有可以放他上法庭 他還可以說 我們是有法治的 我們這些人做了壞事 我們都會懲治的 到最後你就越來越多人相信他 情況就是這樣 他們可以做到那些壞事 都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 positive message loop 其實就是那些 是正面的信息的循環 他是做得到的 坦白說 為什麼習主席之前這麼勞氣 說要搞軟實力 以及在宣傳部那裡說話 要認真學習呢 其實就是因為宣傳部從來都做不到這個 正面信息的循環 是做不到的他們 是從來都做不到的 還有內部也有些人 暗地裏做些壞事 就是 根本就是要 習主席 是很難看的 講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所以 有很多事情是很難搞的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一定要支持國家 一定要支持中央 問題就是 現在中央面對的困難 前所未有 因為有些人 我都猜不到他們這麼賤格 是可以跟外國勢力勾結 是搞到現在國內爆發這麼多厲害的事情出來 這種做法真是 見都未見過之前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今天會不會有正向下午茶 或者有九中聚呢 我們要時間看看怎樣安排 因為 我要跟許留山交一交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就是這樣 拜拜